各位好,歡迎大家又來到貝昇企劃 今天是星期四 希望大家如果喜歡投資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在開始之前,大家都喜歡這段影片 今天的恆子和科子都是下跌的 我們一會開始之前都會去講講市 然後就講講有幾隻股票 其實大家都值得留意 我們看一看 待會講完科子和恆子 再講一些大型的科技股 我們看看今天創新高的股票有些什麼 今天創新高的股票 其實我昨天做一個Youtube shot 其實就是想講施節環球 因為昨天我做完一段影片之後 再看市場 就留意到其實施節環球 昨天都升了不少 但我第一次講的時候也不是昨天 如果大家要留意 就是 我第一次講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3月初的時候 其實那天大致上就想講 其實市場已經不是一件 升得很好 你記得那時候已經不停下跌了 雖然 再要跌多一個星期左右 才去到低位 但你看到那時候已經是 橫行了很多 而且我想如果你現在再講施節環球 都沒有人想聽 那這些時候就很適合 因為這些兜了整個圓底 包括陽光油沙 包括那時候陽光油沙 那時候中海油 中石油和中石化都在升的時候 好像人們都忘記了陽光油沙 因為 因為他已經沉寂了太久了 例如 我們按一按 幅圖看看 例如我們按一按 施節環球 如果你看回整十幾年 就真的很誇張 看這一天當然開心 看這一月 但如果你看回整個圖 你看到 由一百零幾 到來 現在才是一元 即是 如果一隻以前的大藍醜 如果回上去 是否要升回一百零四倍 才上去呢 你見 如果用回十幾年看 簡直連這裡已經變成一條線 是看不到的 你看到這裏 是一個挺好的笑頭 就好像有個 發芽的狀態 那其實呢 就是跟 2012那些差不多 那可能詳細一會兒再說 為什麼 你看到這些 還有 這632 我講說 他都是繞了整個底 當然沒有施節環球繞得那麼誇張 繞了 繞了十年有多 所以這就是其中一隻 那我再看看 去到市場動態 去到創新高 再看看有哪些值得留意 其實都是 這些不停都是煤炭股 那些東西 那直華集團呢 那昨天 那昨天 IG也有個 網友呢 都有說 他今天公開了 一個文件 那我們 一會兒再說 那 八森安呢 這個 我早幾天說過 其實四十幾元的時候 我都覺得 值得 去買來 就是 如果你是 你見醫療股那些 是升得很誇張 這些是 值得去買一下 就是 有時候說 就不是一定要全部買完的 但是呢 你就 如果你覺得你 一向都是 熟開那樣的話 那 我覺得你就 買回 屬於你的類型 那 就不用說 我說的那些 全部都可以 而且我應該有時候 碰的那些 都不會碰得多 例如 直華 那個集團呢 今天是 說些什麼呢 他就是 說他和 我們 看看吧 他今天呢 就是說 跟第三方合作 做 元宇宙 就是與一間 Ace Corporation 做一些NFT 但是 我經常就覺得 是 是不是真的 這樣呢 就是 今天是 好像自己 跌一跌 但是 我也覺得 如果你放了的話 其實就不用管 如果你 你未放的 你可能 這樣已經很害怕 所以呢 就是 為什麼說放一半 就是這樣 但是 是不是 因為這樣 一間做一隻 是1539 就是謝霆鋒 NFT 那 我覺得 NFT 還未導致 這樣 升的 還有我覺得 如果是這樣 也都 可能 應該 還未到終點 但是 當然 剛剛就是說 如果你放了的話 不怕它 究竟現在 是不是已經是終點 那 第二 還有幾個 都想 一間 再說 2660 你見 這幾天都是創完新高 都回調的 如果短期 我猜它都可能要 稍後 那 但是 我覺得它還未完 因為它本身 你看到市盈率 都是非常之便宜 都是九倍的 那 所以我覺得 要去到這樣 就已經 要收皮 我覺得 就應該 難些 那 而 左邊的 有些科技股 其實我是 沒有提到的 但是其實 在上一輪 上一輪的意思 就是 就是 2021年頭 那時候 其實這些都很厲害 那 一會兒都 一會兒 現在跌到地下 那 還有一些 1725 那 這個有點像 一些世界股 以前叫恆達 科技 好像 那 其實是一些 好像一元還是豪子股 那 它都升得 升到46 升到46 46倍 那 所以說 有些東西你放了一半 那你就不管它究竟是否終點 如果不然 你很容易 在這裡放了之後 然後 就 因為其實你拿了一半 那些其實你也是賺的 所以我覺得 就不急於要 要丟 你已經有 有剩餘的錢去買 即 原本的錢 你已經退出來 可以 買你想要的東西 那 這些你就當是 長線 看看它 會不會 放大你的資產 因為它放大起來 是真的可以 很厲害的 應該沒有 大致上 是這樣 那我們先回到恆子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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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有些 可能 那些 那些 估计未必每个人都喜欢小价股 那如果稳定一点,就先看看恒指 看看大价股 恒指虽然又跌回271点 但你看到其实就一样不太差 其实那天就是想着这一天开始要跌的 谁知他就跟我刚刚说的打自己嘴巴 跌完之后就是上回来 那天也是跌市来的 一开始的时候都跌得挺金的 因为你看到他这个位置比今天更低 所以那天跌得更厉害 那当然最后就没跌上回来 而今天就其实跌都不是跌得太多 那你预计他最多都是去到21,364点左右 就是这个位置 比你跌多一两天 除非这个形状破坏 那我说过很多次 我们都是见步行步 就不是说今天就觉得他一定 包生仔 这样说一定不会跌的 一定不会跌穿 那就不是的 那其实就是 看看他如果他这个时候已经做好 因为你看到 他整个半个月差不多 那他呢 其实上来之后都没跌过去 其实就很大机会 就不应该再下去 那所以呢 现在就变了一个 波幅市 那样 那所以呢 就是以一个月来看 所以呢 起码他也是在21,364点 至到呢 就是最少去到 就是昨天说的那位 就是2570 其实就是 那天 早几天升到去 这个位呢 就已经跌下来 就是那天 林郑说不做之后呢 那天就升了400多点 我记得就 前天 那就是去到那个位置 之后就停了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随时 就是看看 究竟是不是已经到处呢 那看看究竟 会不会 插得这么金呢 那可能 可能 这两个星期插一插 但是应该就不回头 那我们就 看一看 看一看 那个科子 这个印象中 科子呢 就是比较差一点 就是 那个 他没有 没有行指做得那么好 那都正常 因为差不多 全部都 都 都跌得很禁 就是以 啊 騰 騰訊啊 阿里啊 和京东那些 都是 不是太好 那我们按 科技指数先 那科技指数呢 其实就 中间有升过一层 那他就 跌回 跌回来 那 那他呢 就 都是呢 去到红线之后呢 10天线就已经跌回来的 那而日线图呢 你看回呢 他都是 其实比我刚才说的好 就是他还是跌了一点 没有说 已经 贴到下来 因为我看到 刚才 有些成份股呢 其实是 已经是去到黄线那里了 那 所以呢 就应该 要调回 回来呢 科技要再跌的时候呢 他要上回 就是他要 反 反 那个科技呢 就是 他有他跌 他自己的股票 继续上升 那 而 可能他也要走回一个周期 就是 一三六四 去到 周善图的 就是 二三一八七 其实都很难 突然一下 彈了上去 了 就是 变了可能要再低一点 就是 二二五七零了 所以呢 这个 大家 如果是短线的 就在 这个波幅那里炒 那 我们看一下腾讯今天表现如何 那我们觉得呢 其实 所有周善图呢 应该就不需要特别看的 因为 如果你连最近 那个都做不到呢 就应该 应该周善图都不用看 有些特别例子呢 就是 有些科技股呢 就不是 平时我们讲开的那些呢 就反而 反而呢 就做得挺好的 那我说过了 其实应该 现在这个时候呢 就应该 恒指和科指都是这样的 有空呢 就大升几百 有空呢 就大跌几百 这样 但是有些呢 如果不是太跟指数 或者指数比例不高的时候呢 它应该开始有自己的走势 自己的走势 包括了 刚才我说的 好的 好的 科技股 例如汇聚科技 有可能 那 不好的科技股 就是 就是 信如光学 那它就 它有它自己在那里 sir下去 那所以那些就可以 不看着 那 这个呢 就是腾讯 那这个腾讯 现在呢 都是两条线 贴到很近的 那 就 但是呢 又没有特别去做到太差的 那 那我们看一看 阿里巴巴先 阿里巴巴这段时间 就差一点了 因为它呢 就本身 其实呢 它就在 特别像一天那样 就在三条线上高的 那 但是呢 我说它有空间 它跌到差不多 现在已经没有空间 那 所以说过很多次 其实你就 哦 都是跟回那个波幅啦 103 那时候呢 你就买一点 那 现在 今天的 那个 价呢 就已经去到105 那 就是差不多 就是 就是 如果它跌多 一阵 就已经 已经是 回到103 那 103 之后呢 你又回到 这个114呢 或者 是更加低呢 107 就算了 就是你不要贪 因为 那天觉得它挺好的 有一天 就觉得它 连黄线也碰到了 那样的 但是现在似乎呢 它去到 去到黄线停一停之后呢 我不知道 不知道会不会连 红线这个都 踏不到标 那它就会 滚回来 那你看这些波幅是 很少的 那差不多 你是 你全职玩的 那你就 可以这样 来来回回 那如果 其他 好像正常 你都有 有正职的话呢 那我觉得 就 可能你真的 等回周线图做好 那时候才 买下去啦 接着就 可以不用看了 那就 就应该 就会 转好 那今天呢 其实最好的那只呢 就是 3690 那 就今天呢 其实呢 在盘中的时候呢 它呢 是升过上去的 那就是 我不知道 这里有没有 打过新闻 那就是 那就是 就会调配多些人手 就是可能 上海市那里呢 就会 用多了 呃 美团 那 但我觉得这些 是不是影响不大呢 那只不过是 早几天说过 啊 它都 走势很好 可能 遲些呢 就会有些好消息配合的 那 可能这些 都只不过是 当是好消息 炒一炒上去 就是 那 我觉得它 不用在这里 都是用在其他地方的 那 这个 是不是 一段 特别是 就算是多呢 它那个时间性 就 应该不会太长的嘛 它不会整年都是这样吧 如果整年都是这样 都不是一件好事 那所以呢 我觉得它是纯粹拿来 炒一炒上去 那但最后都敌得过 市呢 都是要跌下来的 那所以 最终都是要跟回大市走呢 跌回 下去 这个 这个 十天线 哦 看回日线图 它呢 是真的比较好一点 它是在十天线上高呢 就已经止步呢 停了 没有再跌 那所以呢 就是 呃 它是 其他股呢 是比较好的 那 我们最后呢 就看一看 其中 京东啊 那我说回 刚才想提及的 小 小一点的股票 那如果你是想 捕捉一些大一点的升幅 而又不是跟这些指数 走的话呢 那就 看后面的部分 那这个呢 京东呢 是 真的 差了少少了 因为 因为 它在黄线 徘徊 那 和呢 京东健康 就应该相差 完了 我们看一下京东健康 先 它依然是在十天和二十天线 它短期是 始终都是比 她 那个妈妈 就是 今天也是跌了少少 其实昨天 好像是升 没有什么跌的 昨天也是跌势 但是它没有什么跌的 就是它也是回上去的 所以它那个 强力反弹 是非常之 好 那 看完美团的朋友 快手 快手 看完快手 他真的比较 我那时候说了很多次 其实周线图 它是不差的 但是 如果你近期去看 就 就是 照计 如果大家斗弹的话 就应该 它弹得快些 就是说 如果十天线要穿回 穿回二十天线 但是呢 它下下呢 好像两条线 搭在一起 好像 好像画了同一条线 而近期去看的话 它又好像很徘徊 在那里 那这些呢 我也是不碰 就是 要等到 真的很肯定 十天线 二十天线 在周线图 做得好我才会碰 因为呢 是怕它现在这样周线图 一看一看一看 之后呢 它不但升 突然一下 大阴烛下去 那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 就是 就是 都是没做好 而且是 会越跌越深 那所以呢 现在呢 就是 都是 不碰 因为 最怕它有更加多的消息 因为 我说过很多次 一图呢 是走在 走在 在新闻之前的 那虽然上次我说过 其实它那个消息呢 就不是真的那么 那么差而已 只不过叫它 不要做假事而已 但是 会不会越说越多 规管呢 因为 我不记得哪一只 是 初头想着 坏消息进出的 之后 它又再加多个 坏消息呢 才会 导致 又再拆下来 所以呢 这些呢 就不要碰住了 那我们说回呢 就是 1539 刚才说的 1842 就是 是 跟NFT有关 那其实呢 1539 呢 1539 其实呢 很多东西呢 就未算是非常之配合的 但是呢 如果你用图去看呢 其实它 就是 我看到它 不是很多人 应该不是很多人买 200多万 都可以的 就是 未去到过千 那今天出了些什么消息呢 它就是说 呃 这个 这个汇能集团呢 向邪庭峰有份发行的NFT呢 发行 碳排放拳 那就是呢 是 呃 它那个旗下品牌呢 叫风味 十二度风味 同盟 和香港创意 这个 香港 香腸 星人 研究所 就是叫做 Hungry Sausage 的NFT 一非 一非 和质法NFT 开展合作 叫做 统我香腸 那 这个名字都挺重 那 那我们可以看一看 Hungry Sausage 的NFT 四月一日御寿 这个就是Hungry Sausage 其实那个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都挺熟后面 就是 我说的不是像自己 就是 好像有个 有个设计 都好像类似是这样的 那 就是 但是 那么 正 那 其实现在很多时候都和 这个 元宇宙 NFT 混合一对 但是我看 为什么刚才说 1842 应该是 未到 未到 应该未炒完呢 因为NFT 就不属于是一个 炒作对象 因为我记得 如果炒作 NFT 差不多是去年 年中 年底的时候 那些股票 才会因为NFT 而升 就是 例如 776 以及有一支 比较小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 1972 C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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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1792 那 这一支 也是曾经 因为NFT 炒过的 但是 就不是 因为 但是 就已经是 上年9月的时候 的事 但是最近 如果你再说 NFT 就不会炒上去 所以 我觉得 如果 1842 是要继续炒上去的话 那就应该不跟NFT 但是 不要管 如果你放了一半的话 那就看它 继续发展 那 至于 就是 还有 说的 327 刚才忘记说 327 其实 也是想说 就是 今天想说一些科技股 大家可能 只想炒腾讯 阿里巴巴 那 其实呢 还有其他科技股 这个呢 其实就是 电子支付 如果 你见过 一个 PAX 电子支付 其实你在 韦康里会看到 那 其实呢 它是 一间不错的 电子支付公司 那当然 这个牌插来插去 很多时候 也是受着 受着 美国那边插的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 中国公司的问题 那 所以 我也想说 比亚迪为什么这么好呢 就是因为 他有 有 巴菲特 帮他保护住 其实 其实 你说 什么 偷那些技术呢 我觉得 我觉得 以 比亚迪呢 更加大机会 那 只不过 巴菲特 他顶一顶之后呢 就 没什么人去插 那 这个呢 就是 PASS 支付 那 而且 你看到他 业绩做得不错 这部相机呢 其实你在 韦康会常见的 就是这个标志 而且呢 现在呢 我初头少说 这个呢 就是因为 他的图呢 如果用 月线图呢 他都还没上去 二十天线 但是呢 你看到呢 现在呢 十天线未到二十天线 已经开始想爆上去 而且你看到呢 任何 近距离 中距离 还是 远距离呢 他的图呢 都做得很好 你看到 有多少个是在月线 在周线图是可以 在三条线 三四条线上高 其实就不多 其实非常之少 而且日线图更加一定好 如果你 另外两幅图那么好的话 他在齐所有线上高 而且他在很多国家都有用的 所以我觉得 他是一个 投资型的股票 就不是 1842那种 1842那种呢 有少少是在拼 好像1725那种 突然间转型 我说回 顺便说回 这一只 这一只 1742呢 现在就改了名字 香港航天科技 那 其实他在新闻上 在他 变了做 变行电 看回那个新闻先 其实呢 你那天即日买 他转了名字的时候 都 不错的 好像一即日买的时候 都是3元 那现在都 整20多元 他呢 就刚刚和城大川 签议向书 展开 航天科技 其实呢 这种呢 就是我想说的 就是有时候 有些东西呢 好像1735那样 如果你是1725 1735 那就是 如果你本身买了 看到他越来越正常的话 那你就不用理他了 因为有时候 如果买 1842的话 你现在买下去 真的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但是如果1842 突然间告诉你 他和华为合作 或者是华为买了 买了 那你其实就 不需要去再理他了 他可能会变得更加大 因为这间 好像这间呢 他都有 去 呃 和华为合作的 那这个新闻 是比较久了 少少 那他又和港大合作 那究竟好不好赚呢 那这个是华为买合作 那以前呢 就叫做恒达科技的 那去到 那去到 我待会再看看股价吧 那我想说回呢 他那个 去到 这儿呢 叫做 向马兴富 折让两成配股 那折让两成配股呢 其实呢 比今日的 因为那天呢 是升得太厉害了 收市去到33元 那你折让两成呢 都依然是26.41 那今天升了四成呢 是多少呢 都是26元的 那但是呢 我觉得 是不是要马上去买呢 那我觉得就 不是的 那 今天升了四成呢 我觉得就 如果走保呢 其实昨天想说 不过 好像有点麻猴炮 我常常说昨天想说 那其实呢 是因为呢 他 他 是 昨天其实已经升得很厉害 那只不过呢 有见 好像 啊 因为 他周线图呢 我看上去呢 他未到 这个月线 他在下面升上来呢 未到 未到 黄线上高的 所以我觉得 又好像未到 未到 未到位 那样 但是没想过呢 今天一开球呢 就直升回 这个位呢 直升回 直升回到 26元 那如果他真的继续升呢 那我就算了 那 照计呢 他应该要回到 至少 至少 21 17 至20元 那 就不会现在去 入 那 如果你急的 你都可以的 因为他似乎已经 变了另一样东西 亦都 可以跟 大学 和 不同的 华为 云那些 合作呢 我觉得他也是 慢慢变成正常的 那我看看 市值究竟是多少 那市值都是80亿 其实就 不算是 很大的 那 如果他 有些是受电动车影响的话 要用很多卫星的时候呢 那可能他 真的不止 80亿 可能是800亿 那 这个市场呢 是都 挺龐大的 那 所以这个 就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的意思就是 他 其实是变得正常的 但是他这个行业呢 是不是 那么赚钱呢 那可能大家要再深入研究 那 那只不过 如果你深入研究不及 的话 那 你又 但又觉得好像有信心 那样呢 那你就 买住 一分先 那其他再慢慢看 就是 这个车的速度呢 是很快的 就是 就是 上下跌的速度 那你看这些市盈率 那已经是没用的了 因为他用 旧的公司去计算 就没得计算 那相差那么远 一间是 香港航天 一间就是 不知道什么水的 可能是工厂 那 那 没得给的嘛 那 那 再 很快地说回 330 330呢 应该说 180 先 汇聚科技呢 其实是 汇聚科技呢 汇聚科技呢 就是做云端的 做广告 那 其实呢 他 有一段时间呢 他都很不断地回购 那 你现在的 那个价呢 其实就是 价格呢 就是 价格 比 他那个 回购价的 那我们先看 那个新闻 他业步重装 然后 股东就 368万 那 就是 2022 年头 那 他有时候有说回 那个价钱的 但是你看 之前的价格 就很少 他会再贵得 便宜得 便宜得 那其实呢 这个 你也可以慢慢留意 其实这个 是和Amazon 那个有关的 那么 他那个平台呢 是 呃 做得很好的 那个 那个 顺利 那我们 不管那个价格 但是 如果你看回 一月头的时候 或者上年 上半年呢 那么 其实呢 都是 在 七百元 甚至乎 十元 楼上 那所以 你现在买呢 其实是便宜过他的 那只不过 缺点 就是 现在月线图呢 是未做好的 那究竟 他会坐下去呢 还是 好像 昨天 就是不说 那只 那只 寒天科技 他明天就一支箭 那我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呢 就留待你自己决定了 因为呢 其实呢 其他日线图和周线图都做得很好的 但是呢 唯独是呢 那个 月线图呢 就 未是太好 周线图呢 如果你等的话呢 因为 那个周线图呢 最好就是 连 这个 十天线呢 都穿越了二十天线的 但是呢 平时是这样看的 平时是这样看的 原因是 那些股呢 例如比较大的 那些腾讯呢 很少说 除了那天反弹 升了两成之外呢 很少好像 刚才1725 一夜升了 四成多的嘛 所以呢 这个就好看你 急不急 就是怕走保啊 还是其实我也没所谓 大把 就是 觉得是 机会大把的 那这个就你自己决定了 那330这些呢 这个大家就可以 看回呢 他真的很好 但是他会不会 这个呢 其实呢 就在拼近似不似 会不会似李玲 那样 李玲其实呢 前几年都是和他一样 大家一起想起来的 大家都是在08年那时候呢 就说到 又说好像不买他的衣服不行 那样 那现在看就觉得 这个也不是很贵 但是呢 如果你缩回去 看的时候呢 简直是 离奇这么高 跌到就剩下 一元左右 或一个多 那你三个多 赔回了很久 只不过没想过 他真的可以翻山了 那就升了上去 那其实现在 现在 施节环球又想说些什么呢 他呢 其实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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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要重返亚洲 那 重返亚洲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成功了 那你 一路就盘算住 就是 你可能买了之后呢 你就继续看看 他 究竟他亚洲那边 会不会做得好呢 那 会不会突然间 他和BTS合作呢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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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呢 那这个就是 其中一个想说的东西 这个项目 其实呢 这幅图不是太好的 因为他这样呢 好像已经跌不上 黄线上高 那 大家看回四月呢 收市之后呢 他会不会站上 在 这个二十天线 那如果不是呢 这只李灵似乎都 都不是太好 这个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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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的 意外的 突然想说 那你都可以看一下 那你自己 都可以自己练习一下 看看会不会 这几天呢 李灵呢 真的会插回去 因为如果他真的要插回 这个月线图 真是堆下去的话呢 这个呢 就真的要小心了 看看他会不会 因为这样插进去呢 这个日线图一定差的了 这个插进去的话 没有理由 周线图日线图 突然更好 所以呢 大家就 留意 这个 那我大致上 今天说的是这么多 那如果 大家都 觉得这段片有用的话呢 记得给个like 和 订阅这个频道 或者share 给你的朋友仔 那多谢各位 那我们 明天再见 拜拜